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不但不坑穷人 连有钱人也不会坑的豪华品牌 杰尼赛斯 大家可能对这台车的现状不是特别熟悉啊 这么说吧 这个车现在在北美加拿大还有韩国都卖的非常的好 在北美一个地方一个月的销量就超过了5000台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愿意把这个车 再次进入中国市场销售的原因啊 所以今天咱们就借助它最新的两台电动车 纯电的G80和纯电的GV70来分析看一看 怎么就像我开头说的 它的性价比就高了 先说外观设计 我觉得这个纯电的G80 包括燃油版的G80 它的设计都实在是太帅了 因为现在的豪华品牌 要不然它们设计的比较家族化比较保守 要不然就是为了制造话题 我弄一个特不一样的 当然这台车是现在少有的这种 留存这种古典设计美感在里边的 所以大家平时叫它小宾利 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电动车 所以它的中网不像燃油版的一样 是那种蜂窝状的 它是被前空上的 但是这块特别帅 这有一个暗门 这是一个充电口 另外就是它的内饰 跟这车外观一样 设计的非常的完整 整个的用料质感 包括这些液晶屏的触感 还有这些皮面的触感都非常的好 它的整个内饰的材质里边 用着大量的可再生的材质 座椅 真皮的染色 都是用的这种天然的染色剂 但是到了纯电的GV70 包括整个轿车的70系列 其实它的设计风格就变成那种偏运动性的了 但是它其实没有80系列 对于中大型豪华车的设计风格采的那么准 比如说你看这个C柱到这块是反过来的 这个设计稍微有点迷了 以往的韩系车给民用车的整个动力总成立 都是表现比较一般的 但是现在开了这两台车 它换了电机之后 这个略是几乎就消失掉了 它们俩都是700牛米的扭矩 然后全是前后双电机 去平均的分配动力的输出 我现在开了这个纯电的GV70 它的马力是490匹 然后0百加速是4.4秒 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这辆车的调校特别的运动 就是它的翻向盘的指向也很准很紧 你稍微晃一晃 这个车就有比较明显的反应 它中间几乎没有什么矿量 但是那种很沉的没有矿量 跟朱利亚那种很轻的没有矿量 还不太一样 然后就是它的避震 我们试驾这个车 它是有电条避震的 但是这个电条避震 目前我开在各种模式下 它都挺硬的 比保尔街马看的原厂避震 要硬很多 它还给这车加入了一个 全路况的全地形的模式 就除了普通的经济 舒适跟运动之外 你还可以选杀地雪地跟泥地 这个我觉得可玩性和模式的料 给的还是很足 你看那个制动模式里边 也可以选择 就你可以选舒适的制动 和运动的制动 然后你选完运动之后 那个图片的卡件 直接变成红色的 直接Brandle附体 现在换到了这个纯电的G80上面 这台车跟刚才那台GV70比 它的性格就差得很大了 它是一个非常安静舒适的车 开在绿上 绿震性跟质感 我觉得在40多万 这个区间里边做的是比较合格的 虽然它的方向板 跟那台纯电GV70一样都很重 但是因为这个车太稳 所以你也不想去运动的去驾驶 最后一个特别凸显性的比 就是这台车的配置 电膝门 电条悬挂 电动控制的翻案盘 座椅的加热通风 这些东西都是全系标配 再给你们举个例子 光这个座椅 座椅加热 它的靠背和坐垫的温度 是可以分开条件的 然后你打开座椅加热之后 过一段时间 它会自动把温度降低 就不用你手动再去 把它一点一点降低了 然后这个座椅舒适进入 你可以选择每次移动的 前后的幅度有多少 你甚至可以选择舒适进入时 我是指移动座椅 还是座椅跟翻案盘同时去移动 而且这个座椅还带 在你一段时间驾驶之后 它会自动的换一个位置 去缓解你的疲劳 而且这个座椅还带 当你运动模式超过一定车速的时候 它会两边加紧 然后把你的座垫往下限 给你更好的包裹性 甚至这个副驾驶座椅 也带舒适进入 也带运动模式那些自动的支撑 你可能会问了 这台车你说这么好 那为什么感觉没人买呢 确实是 据说建议赛斯在国内半年 只卖了不到400台 但是这背后的逻辑 其实特别简单 因为不得不说 咱们国内人的买车 比较看重品牌 这车第一是一个韩国品牌 第二是它是一个新的品牌 但是这台车在美国GD Power 它连续几年排名都是第一 把咱们知道的雷克萨斯 还有保尔杰 这种质量比较好的车 都挤在了后边 这是为什么这台车 在美国比较畅销 咱们可以一起来总结一下 买它和不买它的理由 首先买它理由就是第一 我觉得它颜值很高 尤其是G80这整个的系列 第二就是质量好 GD Power排名第一 第三就是它的服务还可以 吉尼赛斯所有的车 都是5年和10万公里的 免费的保修和保养 然后电动车 还有10年和15万公里的 三电保修 第四就是它的配置贼高 配置基本上拉满了 秒杀同级 但是不买它的理由 就特别简单直接了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贊户品牌的人 你可能得等它的销售 和品牌部门的同事 把这台车的品牌做起来 然后第二就是 万一他们这几年 没有把这品牌做起来 那你的车可能就要去 现代的四大店保养了 好 那今天的高中天天 不务正业这期节目 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